这辆白色的汽车轮胎被铁锥扎穿,无法动弹,不偏不以恰好停在路中间,挡住了我回村的道路,这时候大家也许以为我会停车等待,但作为经常翻山越岭的神车手,这称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。 大家就来看我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轻松解决的,当大家看到我把车开到这陡阔残雪的土地上时,大家可能很好奇,难道是开不过去想要头开溜? 其实并不是,大家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,因为抛锚汽车正好停在路中间,我们要想顺利通过,就必须把一边车轮开到路海上面,让一边车身在外面就能轻松开过去, 但是开上来才发现,这湿滑的泥土加上没有融化的积雪,让轮胎止不住的打滑,虽然轮胎抓地力时有时无,但幸运的是还能勉强前进,既来之,泽安之,既然都开上来了,那就看我怎么把车开下去。 其实开上来是很简单,但是开下去还是有点小叫门的,这种情况大家平常行车中也许很少见到,但是如果你一旦来到云桂川就会经常遇到,加上我本来也是经常在云桂川翻山运岭,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才造就了我一手的车技。 当我经过事故车辆时,不由自主地打探着已经扎破的轮胎,崭新的轮胎就这不小心报废了,的确挺可惜的,一路上跌跌撞撞总算还是过来了,我们经过故障车辆以后,选择的心就逐渐放了下来,但这时候一直往前面开也不是办法,那我们该如何顺利开下去呢? 开下去我们还是用原来开上来的方法就可以了,这个方法看起来虽然很简单,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和窍门, 就算你在平坦的城区道路也偶尔用得上,遇到这种水沟不确定宽度时,我们就用后轮去测试沟区的宽度,轮胎是否可以顺利通过,因为大部分汽车发动机都在前面,这种结构下就导致了车头会很重,车尾相对较轻,所以前轮悬空和后轮悬空相比,后轮更容易脱困。 不知道大家在城区道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路边的车位,路海太高直接开上去前唇就会撞到路海,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,大家也可以帮我点个关注, 我以后也会分享更多驾驶技巧,讲解不同的自救教程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